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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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楼的顶层是干什么用的呀 顶层 阳光餐厅和露台呀 我们晚宴就在那儿去行啊 好 一会儿啊 我带你见前几个外地来的老师 他们也有很好的案例啊 您可以出去 不好意思啊 我先出去一趟 我马上就回来 快去 来 喂 那个 我这儿有人要跳龙 这里是科技展览中心 A座的顶楼天台 对 你们马上派人来 好好好 谁啊 我叫刘霞 我就是刚刚看你坐电厅上来 光来看看而已 是 你是打算从这儿跳下去吗 不然呢 什么都没有了 活着干嘛呀 那为什么 还得选在这个地方呀 把之前公司在这儿 你 都没有了 你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连公司的钱都赔光了 老板要告我 让我把房子卖了 我连房子都赔了 我老婆还得败了 我很理解你 我知道你已经很不容易了 也已经很努力了 所以我就该死 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这他们恨我们 不是这样的 楼上什么情况 好像有个男的要跳楼 那女的是什么人 好像是什么 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师还能救人啊 挺厉害 师父 等我一下 马上到 马上到 你认为你跳下去只是杀死了你自己 但其实你是杀死了一整个家庭 你想过吗 你是觉得自由了 那你的老婆孩子该怎么活下去 我不知道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这样吧 既然你今天已经决定非得跳下去了 那至少你也得给你的家里人做一个告别 一个正式的告别 我这种电话 你给他们打个电话吧 好不好 至少你得给你的孩子打个电话吧 你要嘱咐他 如果他打了 以后就没有办法 没有人替他挡风遮雨 还遇到任何的困难 也没有人给他开脑壶起身 所有的事情 都只得靠他自己 不行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可能就是一个诺说的人 我是一个不称职的 不称职的父亲 我无法面对他们 让他们忘了我吧 他们不会忘了你的 他们更不可能恨你 没有一个孩子 会承认自己的父亲是个诺 他只会为你今天的自私 找各种理由 甚至会觉得是因为自己太过小 不能保护好父亲 他未来的人生 都会活在责怪自己的阴影里 他会再无数个宴晚做温暴 弄到的都是关于你的世界 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好起来吧 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好起来吧 你怎么知道我 现在是什么都会责い 你怎么能保护呢 就这么说 那些事呢 中文字幕——YK